被团长连续美食攻击之下我们也找了一天安排 新竹一日美食游第一站当然是冲到竹北大快朵 一来自大阪的拉面阿Tilla想吃最好是一开店就到生意 真的很好玩到你就先看别人吃咯 还有还有他们家不外带不外送哦 确保餐点品质Tilla 第一眼看到四川拉面的外观就觉得好像来到了冲绳 因为冲绳很多店家就是长这样那一层楼房 然后旁边有自己的停车场 源自大阪柔和中华料理的特农日式拉面阿Tilla 光这句就好像很厉害阿Tilla 这牌子好可爱Tilla 正勉强我也喜欢源字符号源字符号 秘密武器罗Tilla 座位不多但是也不会拥挤 调味料我是都没用到 有没有看到星星符号 我看到每日限定50份的蔬菜辣面脑锅马上就落了 原本想点鸡心的没关系 我会回访的团长他们就是吃了之后 回家还会想的 所以他们二访了 叉烧淡淡面 心口250美元 虽然一片红色汤头 我常吃辣的觉得很刚好 很顾引 翁先生是吃到有流汗 有厚度的叉烧肉非常入味不需要太用力 咬下汤头不会太过带点后进喝了觉得好开胃 好过瘾 Q的 面要趁热赶快吃骨溜好吃 四川家常蔬菜辣面 260美元 一日限定50份 哦能不点来吃看看吗 XDD 不要小看这碗蔬菜面膜 整个汤头喝起来好浓厚 有层次的连我都可以说出这名词就知道多厉害 Q的蔬菜先用豆瓣酱先炒过整个蔬菜甜味都出来了 所以汤头很甘甜也太好吃了吧 纯粹个人实际不代表大众口味哦 这一碗非常的均衡饮食 有肉有大量蔬菜分量又蛮多的让我们的美食第一占大成功 啊Q的 吃完之后可以吃颗冰冰凉凉的荔枝真不错的ending tea了 谢谢大家